第176章 求千的身份呼 一阵阴风从香囊里掠出 房间内温度迅速降低 一道虚幻的身影出现 浮于空中 他面孔呆滞 双眼无神 人死后 天地双魂立刻离体 处在魂魂恶恶状态 人魂藏于体内七日之后才会出来 这个时候 天然两魂会过来寻找人魂 三魂齐聚就能找回生前记忆 摆脱魂恶 头七的说法便是由此而来 这个年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对我体内的气韵了如指掌 我或许能从他身上 问出核心机密 许气安深吸一口气 感觉心跳加快 血液沸腾 很久没有这么激动了 就在这时 他耳阔微动 听见院子外传来酥酥娇媚的声线 呀 你不能进去 我家夫君在休息 不准任何人打扰 然后是邱禅一不太高兴的声音 我就进去看一眼 禅一道长虽然是出家人 但也该支男女大房 深更半夜的 哪有往男人房间里凑的 许公子对天地会有大恩 我进屋探望怎么了 出家人风光际月 问心无愧 哟 还问心无愧呢 你们天地会三十四位弟子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 还不是缠他身子 你你你 秋缠一骚的面红耳赤 你什么你 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 姑奶奶是过来人 就你们这些小蹄子 心里想什么 我还能不知道呀 苏苏掐着腰 像一只好斗的小母鸡 我家夫君好色如命 既不择食 我劝姑娘 还是保持距离 长点心 否则破了厨子之身 最后被使乱中气 说出去也不好听 苏苏喝了一声 或者 这正宗禅一道长下怀 我 我去找金莲师叔 邱禅一一个小姑娘 哪里逗得过老鬼苏苏 羞愤的一跺脚 跑开了 去找金莲道长啊 许七安看了眼 漂浮在房间内的魂魄 叹了口气 默默收回香囊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过于心急 山庄里有处缘诊等高手 耳目聪明 就算不特意偷听 万一路过什么的 分分钟就把他最大的秘密听去 先让金莲道长他们安心 然后找杨千焕 布置隔音阵法 许七安把香囊挂回腰间 打开门 朝着院外的苏苏招了招手 苏苏双手背在身后 脚步轻快地进屋子 嘴里哼着小曲 看来 你对自己的身份 很有归属感了 许七安心未到 这位美艳无双的女鬼 虽然嘴上抗拒 但心里却很诚实 早已带入许家小妾的身份 对试图勾引自家夫君的女人 抱着强烈敌意 我只是觉得破坏你的好事 诋毁你的形象 充满了快感 苏苏俏俏皮的黑黑两声 洋洋得意 男人就喜欢自以为是 自己体验着棒打鸳鸯的快感 他却以为是为他争风吃醋 许七安脸色一沉 伸手按在苏苏的肩膀 淡淡道 等你有了肉身 我会让你充满胀胀的快感 苏苏昂起头 朝他吐舌头半鬼脸 妩媚风韵中 便多了娇满可爱 谈话间 金莲道长赶来 身后依次是白莲道姑 李妙真楚元枕 以及南疆小黑皮 和横远大师 杨千焕和南宫茜柔 没有来探望他 明日不要决战了 我们要提前商议一番 你感觉怎么样 金莲道长抓起许七安的手腕 把脉之后 脸色有些沉重 休养三五日便恢复了 明日的战斗 抱歉 许七安叹口气 他现在的情况是 身体气力已经恢复 气机却没有 能打 但发挥不出太强的实力 除非敌人也不用气机 跟他打唇肉搏 那很不妙 突然 白衣人影一闪 出现在房间里 面朝窗户 背对众人 杨千焕悠悠悠道 我布置的阵法有八层 每一层阵法的阵眼 都需要一位高手镇守 我本来根据你的金刚神功 刻意布置了一层防御阵法 虽然夜里一战大获全胜 斩杀了年轻公子哥 和两名四品巅峰疾护从 但这两人本就是多出来了 而己方折损了 许七安这位大高手 许七安沉吟道 南宫倩柔可以补位 杨千焕好不给面子的呵呵道 相比起你的金刚神功 四品五夫的体魄还是差了些 你别忘了 怀王密探手里 有火炮和闯母 金连道长摇头道 南宫金罗本就在计划之中 并不是多出来的意外之喜 敌方有地宗 六位四品 一位三品进的道手分身 怀王密探 两位四品五夫 其余高手若干 武林盟 一位准三品的超级高手 若干个四品门主 帮主 己方 可以确认 拥有四品战力的是 金连道长 白连道姑 楚元枕 李妙珍 许七安 以及杨千焕和南宫倩柔 对比之下 天帝会仅能对付 帝宗和怀王密探联手 但因为主场优势 布置了阵法 才有底气和诸方势力抗衡 在金连道长的计划里 只需扛过莲子成熟 就可以弃了山庄 不必苦手死战 前提是能守住 不对啊 无论我的状态有没有恢复 其实都守不住莲子的吧 即使我能逼退江湖散人 以及一部分武林盟四品高手 但财宝动人心 不可能人人都卖我面子 顶多就是到时候手下留情 如此一来 其实最后还是守不住的 想到这里 许七安心里一领 意识到了不对劲 金连道长 他 还有什么依仗 念头方起 便听金连道长温和的语气说道 许七安 你有什么想法 许七安摇头 金连道长略带于伟文的眼睛 温和地看着他 提醒道 再好好想一想 许七安眯着眼 盯着他 两人目光交汇 看似平静 实则有无数信息 在隐晦地闪过 金连道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我的秘密 是器语 还是神书 道长是知道我和坚政 不清不楚的关系的 不知道的 是我身怀大奉国运 我记得上次从地宫里出来 把制服古事的借口 推说成坚正在我体内留了一手 也并没有错啊 确实是留了一只手 所以 金连道长是认为 坚正的留一手还在 这是不是就是 他一直打的主意 难怪他这么淡定 道长以为我能爆发出 顶级强者的战力 就像地宫那次 又或者 金连道长已经知道 神书就在我体内 楚州的神秘高手 在外人眼中确实神秘 但在部分知情人眼里 其实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金连道长 才安语过桑博案 知道封印物和佛门有关 道长对我特别熟悉 而且 我在地宗道手面前 吹过的牛皮 可是几万人都听到了 呼 好在道长不是大奉官场人物 否则我会很难办 许其安淡口气 我确实没有想法 无能为力 首先 神书和尚已经沉睡 换不行 这个外挂暂时停用 至于坚正 这个老男人心机深沉 如此可怕的人物 根本不是许其安能左右的 所以 他是真的没底牌 没办法了 金连道长谋光暗沉了几分 许久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他叹息道 罢了 事已至此 一切只看天定 众人闻声 叹了口气 对了 突然金连道长 转头看向楚元枕 我让你把此事告知洛玉衡 你可有转告 楚元枕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不明白道长刻意 提及此事有何用意 边汉手 边说道 自然转告了 金连道长连忙追问 他又说什么 国师只说了 保重两个字 楚元枕脸色如常地说道 国师就是这样一位 性子冷淡的女子 不可能叮嘱太多 金连道长皱了皱眉 有些期待 有些急切地问道 他 他有给你什么东西吗 楚元枕吃了一惊 道 道长你连这都能猜出来 国师确实赠了我一个护身符 快 快拿出来 金连道长连声说 任谁都能看出他的惊喜和急切 楚元枕皱了皱眉 从怀里取出一枚黄服折叠而成 穿着红绳的护身符 这只是普通的护身符 并没有什么作用 其实楚状元不想拿出来 这是国师送给他的 算是长辈的一番心意 金连道长伸手 拿过护身符 眼神里透出些许如释重负 然后 他做了一个 让满屋子人都没想到的动作 许七安 这没护身符你拿好 楚元枕 所有人都看向许七安 道长 为何给我 许七安表情茫然 道长 楚元枕要吃了我 你看他眼神 你快看他眼神啊 金连道长 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沉稳老辣的老银币 笑呵呵地说道 莫要问 明日便知 嗯 最后一关由你来守 守在池外 茫然的许七安 收到金连道长的传音 危急关头 燃烧护身符 向他求援 求援 向洛宇恒骂 别逗了呀道长 我和小姨又不说 他送我一枚福建 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我怎么还能一次又一次地劳烦他 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 许七安很想摆着手说 交情没到 交情没到 但出于对老银币的了解 如果没有把握 金连道长是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 金连道长这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 把国师赠我的护身 服送给许七安 楚原整眉头紧锁 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但他是个睿智且冷静的人 擅长分析 脑补 转而思考起金连道长的用意 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李妙真和恒远大师同样困惑 但没想那么多 这不是笨 而是不喜欢胡乱琢磨而已 丽娜才是笨 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动脑子 分外珍惜自己的脑细胞 这时 秋缠一带着几名女弟子 捧着热腾腾的饭菜过来 香气瞬间饮满房间 母鸡汤 酱猪蹄 清蒸和虾 窝窝头 清蒸羊肉 红烧肉 摆了满满一桌 咕噜 许七安和丽娜同时咽口水 许公子 这是厨房为你准备的 就等你醒来吃 秋缠一脆声声道 是啊是啊 缠一师妹亲手做的 一位女弟子 眼嘴轻笑 秋缠一脸淡一红 许七安连忙道谢 然后有些尴尬地看一眼金连道长 和白莲道姑 发现他们神色如常 并没有因为弟子怀春 而感到不悦 那就不打扰了 金连道长汉手 率先离开 楚元枕等人随后离去 丽娜没走 她的双脚被封印了 蔚蓝色的毛子 巴巴地看着许七安 一起吃吧 许七安无奈地说 玄机拿起窝窝头 搭配红烧肉和羊肉吃 许公子 味道怎么样 秋缠一抿着嘴 期待地问 缠一师妹手艺极好 许七安竖起大拇指 赞了一声 接着叹息道 就是茶艺差了些 我茶艺也很好的 秋缠一委屈的辩解 许公子都没喝过她气的茶 就这般武断 她垮着小脸 感觉被许公子小去了 我说的是绿茶 许七安笑眯眯道 我家有一个妹子 年纪与你一般大 但茶艺比你强太多了 有空介绍你们认识 多向她学习学习 苏苏属于妩媚的妖艳见惑 这类女人 只有绿茶能克制 刚才换成林月在 就会当场阴阴阴地哭起来 然后委屈地守在外面 守一个晚上 要是能得一场风寒 就更好了 苏苏事后 就会被打上恶鬼标签 酒足饭饱 许七安打发走秋缠衣众女 在院子里喊了两声 杨师兄 白衣身影应召而来 背对着她 悠然道 天不胜我杨千焕 大家都这么熟了 你装逼也没啥快感了吧 许七安冷漠地打断 大风万鼓如长夜 杨千焕噎了一下 冷冰冰地问道 什么事 想请杨师兄 帮我刻意做隔音阵法 最好还能隔绝窥视 我接下来 要做一件很机密的事 许七安直言了当 哼 你不怕我偷听 杨千焕细谑反问 哼 我谁都不信 唯独信杨师兄 杨师兄是古往今来 品格最高尚的之人 许七安诚恳地说 你还蛮有眼光 杨千焕非常受用 房间里 许七安关好门窗 打开箱囊 再次释放出筹签的魂魄 阴风刮起 室内温度降低 囚千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愣愣地浮在空中 你叫什么名字 许七安试探地问了一句 积千 囚千木然回答 许七安沉吟着 措辞片刻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大凤皇族 囚千没有起伏的声线 却在许七安脑海里 掀起了狂潮 掀起了海啸 造成山崩地裂般的效果 他是大凤皇族 难怪他姓姬 不对 大凤皇族有这号人物 各种念头闪烁 许七安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陈生问道 哪一脉的 他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确定京城宗室里 绝对没有这号人物 大凤国坐棉延六百年 开枝散叶 枝脉太多 这位积千 要么是庞芝 要么是某位的私生子 因此才问他是哪一脉 囚千难难道 五百年前的正统一脉 许七安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 手臂猛地颤抖了一下 五百年前的正统 也就是说 他是那位被五宗皇帝斩杀的先皇的后裔 那位先皇 还有血脉留存吗 不是说 那位皇帝的血脉死于尖尘手里了吗 嗯 那段历史必定遭到篡改 史书不能信 但五宗皇帝这样雄主 不会不知道斩草除根的道理 你在族中什么地位 我是父亲的嫡子 你父亲是谁 他叫姬骁 他必将成为九州共主 取代原景帝 五百年前那一脉 回来复仇了 我杀了一个太子啊 许七安愣了好久 努力消化着这个惊天动力的情报 然后 他接着问道 我身上的气韵是怎么回事 他打算 先不问基氏相关情报 直至问题核心 求谦沉默着 沉默着 我有些激动过头了 许七安深吸一口气 许七安身上的气韵是怎么回事 他身上的气韵 是那位大人存在他体内 是我们宏图霸业的助力 是对抗坚政的根基 是我们逐鹿中原计划最重要的一步 说这些话的时候 愁谦沉默然的脸色出现了罕见的声动 这件事 似乎烙印在了 他灵魂深处 那位大人是谁 许七安嘴皮子颤抖 下一个问题 他几乎要脱口而出 为什么要把气韵寄存在我身上 这时 求谦的表情 出现了明显的扭曲 挣扎 夜色静谜 虫名奸细 密林外的山坡上 几只豺狼在啃食尸体 嘴里发出呜呜的示威声 震慑同伴 一双穿着白靴的脚 从空中落下 轻飘飘地 落在绸牵无头尸体边缘 那是一个素白如雪的人 白衣白鞋 与乌黑的头发 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脸上笼罩着层层迷雾 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的存在被无限降低 他并没有刻意掩盖动静 但周遭的豺狼 自顾自地啃食 本该无比敏锐的他们 竟都没发现白衣身影的出现 白衣身影低着头 扫了一眼惨不忍睹的尸体 没什么表情地挪开目光 望向了月之山庄方向 他注视许久 轻笑一声 第177章 武林盟的规矩 酬谦的表情出现扭曲 挣扎 这是许七安第一次遇到如此情况 李妙真不是说人刚死 三魂没有齐聚的情况下 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问什么答什么吗 这时 酬谦的脸色渐渐平静 眼神没有焦距 难难道 我怀疑他是初代艰症 像是一道胶雷 在许七安脑海炸开 把所有思绪都炸得粉碎 脑袋嗡嗡作响 一片混乱 他用了很长时间 才从这个信息量爆炸的情报里平复 而后察觉到姬谦的回答有问题 姬谦用的是怀疑这次词 从这两个字里 许七安可以推理出两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一 姬谦在他所属的势力里 并不是最核心的人物 没有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二 他既然做出这样的怀疑 说明 他掌握了一定的内幕 许七安定了定神 追问道 你的依据是什么 酬谦没有起伏的声线回答 我曾偶然间听到 他称当代姬正为灭徒 另外 他曾对我 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说 属于我们的东西 终将重新夺回来 五百年的隐忍 是为了壮大自己 许七安默然 于心底分析片刻 认为姬谦的猜测是对的 当年初代姬正没有死 并且留了后手 所以才能带走那位皇帝的后裔 武宗皇帝没能斩草除根 便是这个原因 这符合逻辑 说得通 同时 许七安想到了很多细节 来验证这一点 我又要重新复盘 穿越以来经历的所有事情 所有案件了 最开始的是睡淫案 前户部侍郎周显平 效忠的人 就是五百年正统的一脉 他二十年里 贪污的几百万两白银的去向 终于有了解释 谋反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钱啊 云州暗示 其党兵部尚书 和巫神教勾结 但云州查案时 那位疑似初代 监政的神秘术士 与我擦身而过 但帮助抓住了间谍 暗中助我 他帮我的目的是什么 没理由啊 云州时发生的这件事 始终像一根刺卡 在许七安喉咙 但他缺乏相应的线索和证据 给不出猜测 最近的是镇北王的屠城案 此案中 王妃随使团秘密前往楚州 这是因为 远景帝要防备朝中二五载 我当时已经推理出 朝廷中许多大臣 暗中与神秘术士有联系 是啊 如果神秘术士是初代监政 背后势力是五百年前的大凤凰室 那这一切就合理了 要知道 部分臣子早就暗中布满远景帝修道 他们可能早已被初代监政 暗中策反 反正都是大凤凰族 既然你这一脉烂泥扶不上墙 我为什么不投靠五百年前那一脉 人家才是郑主 另外 神秘术士帮助蛮族截略王妃 这也能得到很合理的解释 初代监政既然要造反 那肯定不能让镇北王晋升二品 甚至要想尽办法除掉他 一个二品五夫的存在 又精通兵法 必将成为他们造反事业最大阻碍之一 所以 初代监政的一切谋划 都是在削弱大凤国力 只要抓住这个目的 反向推敲的话 许其安想到这里 瞳孔略有收缩 心里浮现一个念头 那魏渊呢 想要造反 必杀明单榜首饰监政 其次 应该是魏渊 相比起镇北王 魏渊这个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来势汹汹 堪称无敌的北方妖蛮两族 打得落花流水的兵法大家 运筹帷幄 打赢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战役 山海关战役的一代军神 他才是真正要铲除的人物 魏渊的麻烦程度 仅次于当代监政 嗯 魏公确实 一直被群臣公结 给失踪那群喷子 动不动就高呼 请陛下斩此聊狗头 这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 已经投靠了初代监政 卧槽 等一下 脑海里 一道闪电劈下来 照亮了已经藏于黑暗的一些小事 他想到了一个案件 一个表面是针对皇后 涉及皇储之争 实际上暗指未冤的案子 伏飞案 试想一下 如果这件案子没有我的插足 那么它导致的后果 就是皇后被废 四皇子从笛子匾为数字 再也没有了继承大统的可能 而扶持四皇子继位 是魏公一展报复的开端 如此一来 魏公和远景帝 就是君臣决裂了 他们之间会留下无法弥补的裂痕 而伏飞案的幕后主使是陈贵妃 陈贵妃背后有人撑腰是事实 嗯 这么想来 当初那个叫和儿的丫鬟 能佩戴屏蔽气息的法器 这就很有意思了 想到这里 许其安捏了捏眉心 无力的感慨 术士都是老隐蔽 伏飞案应该只是对付魏冤的冰山一角 甚至都不算前奏 不知道后续还会有什么行动 气韵为什么会在许其安身上 他终于问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球前茫然呆立 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因为某些原因 气韵不得不存放在他体内 原本在经查年尾的睡阴案里 他会被送出京城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阵仗 把许其安送出京城 你们不能直接派人截掠 球前表情呆滞 喃喃道 我不知道 许其安问道 你说 要把许其安削成人棍带回去 你那么恨他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球前回答 他是盛放气韵的容器 气韵没有取出来之前 容器不能碎 气韵没取出来之前 容器不能碎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许其安再问 怎么取出气韵 球前 我不知道 但父亲和那位大人 一直在做相应的筹备 筹备了很多年 取出气韵是一个困难 或者 繁琐的过程 正如当年初代监政机关算尽 才窃取到国运 从他一系列谋划中分析 这位初代监政 似乎不复巅峰 只能苟起来谋算 换个角度思考 如果大奉国力继续衰弱 当代监政 是不是也会面临这样的窘境 嗯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啊 许其安心想 那你知不知道 气韵取出来之后 容器会怎么样 他盯着筹签 沉声道 当然是死 草 许其安在心里抱了句粗口 气韵取出来后 他就会死 那么 初代监政是他的死敌 这一点已经无庸置疑 没有回旋余地 问题是 当代监政 同样是他死敌啊 现在 他是两代监政博弈的棋子 监政对他表现出的 大部分都是善意 可是 不管过程是怎么样 结局其实已经注定 当代监政 必定要取回他体内气韵的 只有还气韵于大奉 大奉的国力才会恢复 而一个王朝的国运 和监政是息息相关的 国力衰弱 监政实力也会衰弱 事关切身利益 当代监政 怎么可能不取回气韵 之所以现在不取 那是时机未到 将来呢 许契安深切的泛气 如坠冰窖的感觉 浑身发寒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启示 许契安问道 等未冤死 等夺回许契安体内的气韵 等我晋升四品 求谦回答 为什么要等你晋升四品 对于前两个答案 他心里早已有所预料 并不惊讶 晋升四品 我便能容纳 这股颇天的气韵 我是父亲的嫡子 是将来的九州公主 这份气韵是我的 难怪他如此厌恶我 嫉妒我 声称我现在的一切 都不过是占了他的便宜 许契安想了想 问道 你父亲告诉你的 当然 如果不是选了 我做继承人 他怎么会把龙牙交给我 求谦说道 你们的藏身地点在哪里 在许州 许州 大凤有这么个地方吗 许契安皱了皱眉 简单地回忆了一下 确认自己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不过大凤十三州 州里还有州 数不胜数 他前世又是个地理白痴 南方和北方的划分标准都不知道 许州在哪里 许契安直接询问 我 我不记得了 筹谦难难道 什么叫不记得了 自己家还能不记得 许州在哪里 许契安又问 我 筹谦模糊的脸上 呈现出强烈的痛苦 他双手抱住脑袋 痛苦的身影 我不记得了 碰 魂魄炸散 画作阴风 席卷房间每一个角落 密林外的山坡上 白衣树士收回目光 屈指一弹 赤色的火焰填尸尸体 豺狼 把他们化作灰烬 大袖一挥 灰烬猛地扬起 飘向远方 怀王死了 远景下过最几兆后 气韵又降一分 下一个就是未冤了 积谦 你的任务完成了 死得其所 他心情极佳 双手负在身后 笑盈盈地走远 盛夏 房间里的温度宛如深秋 凉意振振 许其安站在寂静的室内 猛了半天 是我的问题 触及到了某个禁忌 让积谦的魂魄自爆了 不对啊 他都说出许周了 按理说 应该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魂魄就产生某种抵触 然后自爆 这才合理 现在 就算我不知道许周在哪 我回去查资料 不就行了吗 他坐在桌边 静下来心 默默消化着 今夜所得的情报 初代监政没死 五百年前的正统一脉 也还有后裔留存 二十年前 窃取大奉国运的是初代监政 他们一直在密谋造反 这些情报要是公布出去 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举国震惊也不为过 初代 把我当工具人 容纳契运 当代把我当棋子 用来博弈 远景帝想要杀我 这个朝廷不待也罢 我恨不得有人 把他从龙椅上拽下来 但是魏冤待我如此 表表和怀庆 又是我的红颜知己 许其安深切地体会到 什么叫左右为难 他捏了捏眉心 吐出一口气 老规矩 遇事不决找大佬 我把这件事告诉魏公 怎么做 让他头疼去 做出决定后 他便不再去想 从怀里摸出 机签的皮质小袋 里面有床弩 火炮等重型杀伤力法器 也有保甲 武器等法器 许其安没有找太久 发现了一只紫檀木 制作的盒子 长约三尺 盒面雕刻着龙凤 把木盒子从皮带内取出 放在桌上 打开 柔顺明皇的绸布上 躺着一根微微弯曲的牙 有点像绣针版的象牙 洁白的表面 刻着密密麻麻的符纹 只看了一眼 许其安就头晕眼花 恶心泛呕 他不敢多瞧 立刻盖上檀木盒 这想必就是龙牙 这法器有点强得过分啊 按照姬谦的说法 龙牙似乎是他们 这一脉的至宝 顺位继承人才能持有 许其安平直觉认为 这根龙牙将来会有大用 小镇 一座两镜的四合院里 烛光高照 穿紫袍的曹青阳 端坐在堂内 目光沉静地看着两边的门主 帮主 当场 共有十六位帮主和门主 其中有足足十二位 是四品高手 五位资深四品 曹青阳的左边 坐着戴金色面具的天机 这位执掌建州 最大江湖组织的武夫 手里端着茶 茶盖轻轻磕着杯盐 堂内寂静无声 只有茶盖和杯盐碰撞的声音 微弱而清脆 杨崔雪 父亲们 你们二人真的要退出这次行动 曹青阳淡淡道 杨崔雪是莫格的阁主 父亲们是神权帮的帮主 昨夜 两人联手替许七安 挡下了三名莲花道士 受了些伤 脸色都有些苍白 面对曹青阳的质问 两人沉着脸 汗手 父亲们沉声道 曹盟主 莲子对我等而言 固然是至宝 却也不是非要不可 但要让我和许英罗为敌 恕难从命 曹青阳啊了一声 许英罗对你施安了 父亲们摇头 我神权帮的拳法 再刚 再直 再心胸坦荡 曹青阳在看向杨崔雪 面无表情 杨门主 你莫格的剑法 阴险招式不少 你又是为什么 杨崔雪拱手 窥探一声 老夫最喜欢结交少年豪杰 很欣赏许七安这个人 仅此而已 曹青阳淡淡道 所以 我的命令在你们看来 便是无关紧要的野犬乱废 听过便忘 他自始至终 语气都很平淡 熟悉他的人却清楚 向来豪爽的曹帮主 若是做出这番做派 意味着心情极差 很危险 万花楼主肖越奴柔声道 曹盟主 杨前辈和父兄 并非有意 违背您的命令 只是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再者 当年武林盟成立时 初代盟主 与我们各派有过约定 听令不听宣 若是觉得武林盟的命令 违背道义 违背自身意志 是可以拒绝的 好一个听令不听宣 天机冷笑道 曹盟主 素闻武林盟 在建州一家独大 您更是一言九鼎 没想到 传闻终究是传闻 此事若是传阳出去 您还怎么在江湖立足 曹青阳冷着脸 大人觉得该如何 天机从怀里 取出玉瓷金牌 轻轻放在桌上 声音冷烈 若是按照朝廷制度 公然抗命 杀无赦 曹青阳叹口气 大人 再想想 天机冷哼道 曹帮主 武林盟再大 大不过朝廷吧 大家联手夺莲子 何则两利 而今 默格和神权帮 公然与许契安为伍 陛下是容不得他们了 武林盟趁机断壁求生 尚可将功不过 否则 来日陛下派兵讨伐 您应该知道后果 纵使老盟主还在 但为了区区两人 与朝廷作对 值得吗 天机这次来 是兴师问罪的 区区江湖帮派 竟险些 坏了陛下的大事 分明是 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此风不可掌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曹青阳叹息一声 闻言 天机心里冷笑 虽说陛下的罪己 照让他威信大减 让朝廷威慑力大减 但朝廷终究是朝廷 对于这些江湖匹夫来说 是无法抗衡的庞然大物 偶尔一两个 不顾大局的莽夫坏事 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铲除罪魁祸首 掐面风气便成了 下一刻 曹青阳一掌 按在天机的额头 将他推出了四合院 气机爆炸如雷 立柱和围墙不断倒塌 从唐内到四合院外 短短十几丈的距离 两人的气机 对拼不下百次 天机裹着黑袍的身体 重重摔在四合院外的街上 面具军裂 额头鲜血 沿着破损的面具流淌 曹青阳只是甩了甩手 像是做了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曹青阳 你想毁了武林盟的六百年基业 天机勃然大怒 他是资深四品 虽说距离巅峰 还有不小距离 但怎么都不该如此不计 可方才的交手里 他完全无法对抗 曹青阳的气机 差了太远太远 真要动起手 百招之内 必死无疑 五榜前三的武夫 强大到令人战力 武林盟有武林盟的规矩 六百年里 换了一个又一个盟主 何曾给朝廷当过狗 曹青阳淡淡道 你回去告诉皇帝 发兵讨伐也好 派人暗杀也罢 尽管来 武林盟即使因此灭了 祖宗们也会竖起大拇指 对我说一句 不曾辱没武林盟名声 天机脸色阴沉 却不敢再说狠话 今日不杀你 并不是害怕 而是你不足为道 曹青阳说完 转身返回 紫袍袖子晃荡 第178章 三品 根据姬谦的说法 气运没取出来前 容器不能碎 话而言之 如果容器碎了 是不是气运就还给了大凤 那我把这些事告诉卫公 他会如何带我 吹灭蜡烛 躺在床榻的许气庵 忽然冒出这个疑问 他可以做删检 只告诉卫公出 带坚政和大凤 皇室一脉的存在 不透露气运的信息 可问题是 他并不知道 卫冤在第几层 正如他看不透 坚政在第几层 如果把这些信息告诉卫冤 卫冤再结合自己 掌控的信息 知识 从而推断出气运这个内幕 哦 原来大凤国力衰弱 百姓困苦不堪 朝堂击毙严重 这一切都是因为气运丢失 而气运就在许气安身上 作为一个有报复有雄心 致力于清扫成科的国士 卫冤是为国为民大一灭清 还是选择包庇 选择视而不见 这不是我启人忧天 根据卫冤展现出的手腕 和他的传说 如果我在十八层 那他可能在九十九层 许气安翻身坐起 在黑暗中沉思 突然间 就有种草木皆兵 全世界都在害朕的感觉 初代和当代不可靠 原本抱得死死的大粗腿卫冤 如果知道气运的事 可能也会反目成仇 我该怎么做 黑夜里 许气安喃喃自问 如果我拥有三品 甚至二品战力 我就可以横着走 跳出棋盘 变成棋手 可我只是一个六品武者 初代兼政 就像一把刀悬在我头上 就算近期不会落下 我预感 时间也不会太久了 我恐怕无法在短期内 成为巅峰武夫 这样的话 最好的应对方式 是驱虎吞狼 用敌人的敌人来对付敌人 可初代和当代 都不是好东西 过了很久很久 寂静的房间里 想起取气安的轻笑声 我想到办法了 先守住莲子 尽快晋升五品 然后回京城 更为攻完一局 真心化大冒险 清晨 第一缕沉袭洒下 裹着黑袍的密探们 运送着二十多架火炮 顺着月之山庄山脚的大路 缓缓前行 天机和天书站在路边 副手 并肩看着下属 把火炮成衣自行摆开 密探们有条不紊地 坐着射击前的准备工作 他们并不怕山庄里的敌人 出手袭击 破坏 因为在这支火炮队的不远处 是地宗的莲花道士 及其弟子 还有以曹青阳为首的 若是月之山庄 想通过偷袭的手段破坏火炮 武灵盟的人肯定出手阻拦 你昨天太冲动了 不该拿着陛下御赐的金牌 去威胁武灵盟 天书淡淡道 他声音清冷 富有成熟女子的雌性 摸一摸武灵盟的态度而已 曹青阳虽然油言不尽 但武灵盟终究还是站在 月之山庄队里面 天机冷哼一声 昨夜莫格和神圈帮的态度 让他万分警惕 如果武灵盟内部 出现大量的反对声音 那么这个剑州的庞然大物 即使不到割月之山庄 战力也会大减 所以 他必须对武灵盟 做一次摸底 当然 兴师问罪也是真的 如果曹青阳屈服于朝廷的威严 那他就赌对了 反之 虽然冒了些风险 但他评估的没错 曹青阳没有杀他 身为盟主 即使在桀要在狂辈 和孤家寡人的江湖匹夫 终究不同 考虑的东西 也会更多 收获不错 但代价同样巨大 秘探首领之一 被曹青阳羞辱 殴打 没有足够深厚的城府 一时半会 还真走不出心理阴影 天机低声道 我们只需要提供火力支援 为地宗打开缺口 后续的莲子争夺 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杀许七安才是 明白吗 天叔恩了一声 笑道 昨夜他施展了天地一刀斩 还有儒家法术 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时辰内恢复 此时不杀 更待何时 作为怀王秘探 而今又效忠皇帝 他们对许七安可谓了如指掌 事后根据现场分析 评估 以及那位背景神秘的年轻人身上 那件碎裂的法器 还有众目睽睽中突然瞬移 利用福建斩杀两名四品护从的操作 他们初步断定许七安施展了 天地一刀斩 和儒家法术 而根据资料显示 这两种手段 是要支付巨大代价的 武林盟 地宗 怀王密探 三方势力齐聚 在他们后边 还有数百名围观的江湖人士 有的是纯散修 有的是小门小派过来浑水摸鱼的 经历了昨日的小镇突袭战后 这群江湖人士的积极性大受打击 一方面是忌惮月之山庄的强大 认清了现实 另一方面 许七安的身份开始发酵 影响力逐步加深 愈发让人忌惮 不敢与他为敌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可惜 这不是咱们的舞台 人群里 拄着铜棍的刘虎 感慨一声 说不得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呢 有同伴怀着蹊跡 我昨天计算过双方的战力 根据月之山庄摆在明面上的战力 与武林盟 地宗 以及那批朝廷高手 相差极大 岂只是相差极大 你们别忘了 地宗到手还没现身呢 那可是二品啊 他若来了 横扫全场 那样的话 我们连浑水摸鱼的机会都没有 诶 你们说 如果许英罗拿出佛门斗法的实力 有没有希望硬汉地宗到手 不是说佛门斗法中 有奸证在暗中相助吗 随便聊聊嘛 我说的是 许英罗复门斗法时的威势 我当然知道 那是坚正在暗中相助 柳公子提着剑 向着万花楼众女行去 面露愁色 说 荣荣 我听师父说 月之山庄只是在做顽固抵抗 保住莲子的几率不大 荣荣侧头 看向这位娇庆不错的同辈 却发现她的目光隐晦的 打亮楼主曼妙的背影 月之山庄能不能护住莲子 我并不关心 荣荣轻声说 在荣荣看来 柳公子的目光已是极度克制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楼主这样角色 每人过于醒目 哪个男人要是不偷看 反而有问题 咱们想法一致 柳公子笑了起来 这同样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包括在场的万花楼仙子们 月之山庄能不能守住莲子 与他们合肝 只要许英罗不出意外便行了 他们敬佩许英罗的大意 但不愿意看他折损于此 这和他们争夺莲子并不冲突 月之山庄内 天地会弟子们齐聚 握着各自的法器 严阵以待 本来是一场动员会 但白莲道姑发现 临阵当前 弟子们的紧张和畏惧 比想象中的要严重 白莲道姑 站在众弟子面前 语气温柔 按照之前的部署 守住自己的位置便成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四品高手 无需你们应付 弟子们点点头 但紧张之色不减 他们还年轻 几乎没经历过 这种规模的战斗 不 甚至可以说是战争了 见状 楚元枕和李妙珍 相继宽慰了几句 但效果不大 喊口号有什么用 许七安拎着佩刀 从容走来 可以清晰地 看见他们脸上的紧张 他站在弟子们面前 主刀而立 淡淡道 对你们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机会 邱禅一等弟子 立刻看向他 专心聆听 天地会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比我更清楚 你们将来要面对的是谁 不用我多说吧 许七安环顾众人 众弟子点头 他们当然知道 可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也没有足够的实力 如今提前和弟宗妖道们交手 这让年轻的弟子们 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慌张感 当初我接手桑博案 心情和你们差不多 忐忑和不安 对自己没有信心 但最后我解开了案子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听着许英罗讲起自己的经历 众弟子心里的紧张情绪得以缓解 因为相比起你们 我并没有退路 当时我因为刀斩上级 背叛妖斩 如果不带罪立功 死路一条 秋禅一脆声道 许公子 你做得没错 众弟子连忙附和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请领会我的核心意思 许七安瞪了小道姑一眼 陈生道 我没有退路 所以能豁出一切 包括后来在云州时 我一人独挡叛军 同样是因为没有退路 当时情况很危急 不拼一把 很可能全军覆没 许七安侃侃而谈 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弟子们听得很认真 到后来 情绪被带动起来 只觉得血液在慢慢沸腾 聆听崇拜对象的辉煌事迹 会产生一定的情绪共鸣 许七安要的 就是这样的共鸣 现在 你们有机会了 殊死一搏 捍卫帝宗最后的尊严 将来宗门光复之后 帝宗的年代纪里 会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你们的传奇 将永垂不朽 白莲道姑诧异地发现 弟子们的情绪变得激动 变得亢奋 变得无畏 果然 有威望的人 说什么都是对的 嗯 他的说辞也很有技巧 结合自身经历 带动弟子们情绪 白莲道姑 看着主刀而立的年轻人 莫名的心安 只觉得 对方是值得依靠 信赖 让人安心的伙伴 双方各自等待着 无数人翘首期盼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慢慢地 太阳升到了头顶 五十左右 月之山庄深处 一道霞光冲天起 霞光支柱的底部 九种颜色缓慢闪烁 莲子成熟再挤 天机大手一挥 喝道 开炮 火炮的钢铁身躯上 密密麻麻的皱纹亮起 下一刻 火炮出堂声宛如雷鸣 惊天动力 巨大的后座力 让沉重的钢铁炮身朝后滑退 剑起大量吐快 咻咻咻 七力地尖笑声里 一枚枚炮弹 划过完美的抛物线 轰然撞在月之山庄外的气罩上 那是一道笼罩 整座山庄的半圆形气罩 呈半透明的青色 炮弹在气罩表面 炸起耀眼的火光 冲击波如飓风肆虐 山庄外面 第一层防御阵法的阵眼位置 南宫嵌柔脸色朝红 每一个炮弹的爆炸 都仿佛炸在他的身上 震得他气血翻涌 喉咙涌起心田 他体表神光闪烁 气机绵绵输入 维持着气罩的稳定 这 这是什么阵法 防御力如此强大 竟然能抵挡如此密集的火炮 围观的各方势力 瞠目结舌 火炮是大奉朝廷称雄九州 震慑各方的重要手段 他们的杀伤力 无庸置疑 二十门火炮一轮齐发 四平五夫也得丢下半条命 可眼前的防御阵法 仅是出现剧烈震荡 这意味着阵法的防御力 比四平五夫的肉身更强 这让我想起了 边境组成的护城阵法 越之山庄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阵法 对了 昨晚的战斗 不是有舒适参与吗 有人豁然醒悟 难怪越之山庄的防御阵法 如此强大 发射 天机沉稳地开口 下达第二轮射击指令 作为怀王密探 在北京效忠多年 他一眼便瞧出阵法的虚实 顶多称三轮轰炸 而他们这次携带的炮弹数量充足 便是把越之山庄 一围平地都不成问题 手握明月摘星辰 世间无我这般人 低沉的吟诵声豁然响起 在密集的炮火声里 清晰地传入群雄耳中 他们惊讶地扭头 寻声看去 只见南边的山坡上 站着一位白衣树士 后脑勺朝着众人 他抬起脚 轻轻一跺 震纹的光芒亮起 一架架火炮 一张张床弩 在他周围摆开 炮口和弩箭转动 齐齐对准底下众人 天书脸色一变 焦翅到 退 蹦蹦蹦 轰轰轰 一团团火球膨胀 爆炸 请客间将十二门火炮 炸成碎片 将那片区域化作废土 不仅如此 火炮还闯弩 还覆盖了吃瓜群众 但不知是故意 还是准心有问题 火炮只在人群附近炸开 吓得江湖人士抱头鼠窜 瑟瑟发抖 却没有伤人性命 倒是二十多名怀王密探 在炮火中折损了近半 这还是天书和天机提前察觉到危机 命令撤退的结果 柳公子仓皇逃窜中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心里泛起疑惑 那位术士 刚才如果偷袭的话 绝对能创造堪称完美的杀敌效果 为什么非要赢一首诗 太强了 高品术士太强大了 是啊 这是武夫永远无法触及的力量 摆脱炮火轰炸后 武林盟各门各派 江湖三人们停了下来 心有余悸地回看现场 然后才发现一件事 那位高品术士 已经手下留情了 火炮刻意避开人群 这是在警示我们吗 现在那些黑炮人的火炮被毁 防御阵法还在 他们打算怎么进攻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半空中 踩着飞剑的赤连道长 朗声道 曹蒙主 你打算看戏到何时 莲子即将成熟 我们速速联手破了阵法 不必那么麻烦 一道紫衣玉空而来 宛如流星划过 笔直地撞在气罩上 球形气罩猛地凹陷下去 仅仅坚持了不到两秒 轰得破碎 化作清风席卷 掀起尘埃 南宫倩柔呕出一口鲜血 漂亮的脸庞不满惊愕 咦 远处 杨千焕诧异地移了一声 阵法就这样破了 见到这一幕 场外群雄们一时间有些茫然 曹蒙主何时如此强大 仅是一击 便破去二十门火炮齐轰 都未能撕开的阵法 三品 天机和天书亥然对视 他们跟着镇北王 鞍前马后的效力 对于三品高手的气息 再熟悉不过 尽管不及镇北王魂厚强大 但这股气息 给了他们浓重的济世感 三品 赤连道长一愣 宁丽半空 深深地看着那一袭紫袍 曹青阳 你何时晋升三品了 这句话 就像巨石砸入人群 砸起哗然声 第179章 许七安 vs曹青阳 三品 曹青阳晋升三品了 哗然声轰得一下乍起 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精彩 大凤江湖很多年没有出现三品武夫了 尽管武林盟号称初代老盟主还在世 但谁都没见过 那位与国同龄的老匹夫 早已绝迹江湖数百年 曹青阳如今晋升三品 武林盟的声势将膨胀到史上最高 而大凤朝廷的镇北王 前段时间刚好陨落 这是不是意味着 江湖武夫要崛起了 大凤的格局 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最兴奋的 当属武林盟势力 一个江湖组织 有一位三品在台面上支撑 和隐世不出 只在幕后操纵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大凤朝廷也才一位镇北王呢 而且还陨落了 如今 咱们曹盟主亦是三品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江湖上 武林盟将一言九鼎 成为中原仅次于朝廷的势力 镇北王死后 朝廷只有一位兼政 而武林盟 新老盟主 两位三品 称第二不过分吧 他已经是三品了吗 萧月奴美谋一彩连连 由衷地为武林盟欣喜 也由衷地敬佩盟主曹青阳 他比曹青阳低一倍 记得当年娘亲担任楼主时 曾经评价过 这位武林盟主 天资不算顶尖 性格也并不出彩 若非前任盟主 堪称毫不讲理的提拔 曹青阳根本不可能成为武林盟主 但这么多年过去 曹青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 他早早地成为五榜前三 问鼎剑舟武林 而今更是晋升三品 成为武夫体系中 屈指可数的存在 盟主竟然晋升三品了 神权帮主父亲们 难掩震惊 瞪大了眼睛 如此一来 九色莲花唾手可得 而以盟主对许英罗的欣赏 不会伤他性命 这么看来 我们退出争夺 损失巨大 莫格格主杨摧雪一汉道 两人对视一眼 心疼得无法呼吸 既然自愿选择退出 将来九色莲花成熟 便没有他们两派的份 父亲们心意横牙一咬 横横道 不行 我就算撒泼耍赖 也要求盟主原谅 杨摧雪面皮抽搐 父亲们年纪比曹盟主小 撒泼耍赖倒是无妨 他可是 比曹青阳还大一辈 江湖虽以利为尊 但同样重视辈分 他拉不下脸来 但又很心疼 这边欢天喜地 另一边 月之山庄里 天地会弟子们面如土色 就在刚才 许其安慰他们树立的信心和热血 在此刻 烟消云散 天不生我杨千焕 大凤万鼓如长夜 杨千焕大喊一声 操纵床弩火炮 对准曹青阳一轮传射 这是他最后的绝强 然后 他想都没想 一个传送溜走了 轰轰轰 曹青阳抬手 在身前轻轻一抹 一道完全由空气组成的杖壁出现 炮弹炸开 弩箭折断 他三杖之内波澜不惊 这一幕 让围观的群雄愈发确定 他晋升三品 四品做不到这般举重若轻 曹青阳缓步入阵 走到南宫芊柔面前 声音平静 你是未冤一子 有背景的人总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选择 让开路 便不与你计较 不让 则生死相向 曹青阳的性格就是这样 忌惮对方的背景 也会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南宫芊柔看了他一眼 脸色阴沉 漠然几秒 他退到了一旁 既然对方是三品 那就没有送死的必要 再者 守护莲子只是任务 且不是非要完成的任务 没必要为此拼上性命 曹青阳微微汗手 继续跃之山庄深处行去 第二关是剑阵 主阵者 楚元阵 一袭青山的状元郎 脚踏阵眼 漠然地看着逼近的曹青阳 并不因为他是三品 就有所忌惮或畏惧 我指出一剑 一剑过后 人而出入 曹青阳闻言 目光落在他背后的长剑 道 是你背后那一剑 你没资格让我出这一剑 楚元阵淡淡道 看出来了 曹青阳点点头 那是义气之剑 没资格 指的不是实力 而是目标不对 那你差远了 曹盟主语气 平静地补充了一句 楚元阵并指如剑 朝天 刹那间 剑气引满天地 身在其中的曹青阳 只觉得自己 身在刀山剑海之中 脚下的地面 头顶的天空 深周的空气 全部坏为了剑 这是剑士 楚元阵一步跨出 朝着曹青阳递出剑指 他手里没剑 亦不曾凝雾为剑 但曹青阳眼里 却有一道照亮天地的磅礴剑光 带着佩莫能欲的锐气 积射而来 这一剑地来 天地供发杀鸡 曹青阳缓缓握住拳头 以直拳迎战剑光 以武夫的个人伟力 迎战天地杀鸡 楚元阵的剑 在拳头里 一寸寸崩裂 破碎的剑气 在地面留下一道道剑痕 或横或竖 或撇或斜 细看之下 每一道剑痕 都隐含着特殊的剑士 对于江湖散人来说 这里的每一道剑痕 都是最顶级的剑法 若能参悟一二 修为必定大掌 我输了 楚元阵右手微微颤抖 似是竞篮 勉强拱了拱手 让开道路 借着阵法凝视 你这一剑 便是四平五夫 也要隐恨 曹青阳给予极高评价 他胆了胆衣袖 继续往内深入 不多时 便见到了南疆的小黑霹雳娜 所以这一关 势力 曹青阳仅是扫了他眼 便看穿 他立鼓步的身份 我也指出一拳 丽娜瞪着他 爽快 曹青阳笑了 丽娜不再说话 深呼吸 开始距离 他的胸腔微微起伏 而后剧烈起伏 平地刮起了狂风 他的每一次呼吸 都会造成夸张的气流运动 一股股无形的力量 加持在他身上 这是来立阵法的增幅 十几息后 他的脸色开始潮红 他脖梗 手臂等裸露在外的皮肤 也染上一层血红 像是煮熟的虾 砰砰 砰砰 丽娜的心脏 宛如密集的鼓声 连绵成片 换成寻常武夫 心脏早已不堪重负 当场炸裂 他的血液 宛如绝地的洪水 冲刷着血管 他的身体 如同沉睡的巨兽 复苏了 一道道诡异的纹路 出现在皮肤表层 像是刺青 透着一股妖异的美感 咔嚓 地面豁然军裂 丽娜像一道离弦的箭矢 过程中 她握紧拳头 空气像是被钻爆 发出沉闷的巨响 哄 时隔多年 许七安又听见了 超音速战斗机 发出的咆哮声 丽娜这一拳 超越了音速 声音仅是一刹那 而后被一声更加响亮的 类似炮弹爆炸的巨响替代 尽管很多人 没有见到这一幕 或肉眼无法捕捉 但能凭借声音变化 来推断出最后一声爆炸 来源于两人的碰撞 冲击波掀起青石板 将四周的房屋 树木 假山等事物 统统吹飞 吹倒 形成了一个直径 超过十米的圆形地带 这个圆形地带里 只有裸露的地面 连铺设的青石都不复存在 丽娜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右臂无力下垂 整条胳膊 包括手掌 骨骼全碎 曹青阳甩了甩疼痛的拳头 窥探道 单凭气力 利骨步举世无双 第三关 他看见了一个魁梧的和尚 双手合十而立 面向苦大仇深 看你的样子 似乎不退 也想与我过招 紫袍盟主笑咪咪道 他旋即打亮了一眼四周 发现周围迷雾笼罩 很容易让人失去方向感 这似乎是迷阵 对你的战力没有加成 曹青阳提醒道 你连四品都没到 不怕我一巴掌拍死你 横远没有回应 往后退了一步 迷雾立刻游动 将他吞噬 几秒后 曹青阳耳阔微动 朝着左后方挥出巴掌 闷横声里 横远现出身形 亮枪后退 他再次引入迷雾 接着出现在曹青阳身后 但被早有察觉的紫衣盟主 一个凶猛厚靠 直挺挺地撞飞出去 再也没能起来 曹青阳继续前行 穿透迷雾 来到一座庭院 这里阴风阵阵 鬼哭神嚎 一道道不够真实的幻影 在空中游夜 发出尖细的笑声 你不是三品 万鬼哭嚎中 李妙珍扶空而立 默默俯视着曹青阳 他的身躯看起来宛如实质 但这并不是真实肉身 而是他的阴神 道门最擅长的是 元神领域的法术 即使同样擅长该领域的巫师 也要差到门一筹 武夫以破坏力著称 以体术著称 元神方面虽然没有短板 但也并不突出 这座万鬼大阵 是专门克制四品武夫的 我现在确实是三品 只不过元神距离三品 还差点 曹青阳坦然道 老祖宗赐予的精血 让他短期内体验到了 三品武夫的可怕和强大 但元神依旧停留在原本的境界 李妙珍取出一面虚幻的镜子 当空一照 镜中呈现出曹青阳的身影 他伸手探入镜中 将那道人影射出 弹指打入一个稻草人体内 一道道亡灵扑向稻草人 压住他的四肢和脑袋 李妙珍探手一抓 于虚空中 抓出一道虚幻的锥子 正要刺入稻草人眉心 曹青阳气机一阵 只见稻草人猛地炸散 将那一道道压在身上的亡灵 一同炸成鸡粉 李妙珍昂着头 骤然爆发出奸笑声 镇中 密密麻麻的阴魂 同样昂起头 发出凄厉尖叫 无形无掷的阴波 像是钢钉刺入曹青阳大脑 搅动他的元神 摧残他的神志 与此同时 曹青阳身上的衣物纷纷叛变 腰带试图勒死他 衣服试图捆绑他 左右两个袖子打结 便向他捆绑双手 趁着对方恍惚之际 李妙珍俯冲而下 让自己化作利剑 射向曹青阳眉心 他的身后 是千军万马 亡灵们簇拥着他 追随着他 曹青阳及时惊醒 咬破舌尖 吐出一口血污 吃吃吃 亡灵触及血污 尖叫着消散 李妙珍在空中痛苦地翻滚 发出凄厉的叫声 他的阴神黯淡了几分 但我的气血是三瓶 我的舌尖血之刚致阳 你没有成就阳神 便受不得我的血液 曹青阳笑道 阳鬼不易 这些亡魂 是你自己收起来 还是我替你抄动 他沈笑道 李妙珍尽力了 他的阴神返回肉身 而后摘下腰间香囊 打开绳结 将亡魂收了回去 一口气连破五关 月之山庄辛苦布局 在曹青阳面前 却宛如而戏 催骨拉朽 碾压式地攻破 曹盟主盖世无双 乃世间一等一的豪杰 难以置信 原以为会是一场苦战 没想到尽这般轻松 曹盟主 不知我等能不能奋一杯羹 我等愿为武林盟笑吏 浩浩荡荡的人 马顺着曹青阳开辟的道路 长驱直入 众人脸上饮满笑容 伪时是没想到 曹青阳如此强悍 把一场龙争虎斗 硬生生变成了国家家 高品术是辛苦布置的阵法 天然两宗杰出弟子亲自坐阵 这些都不足以对曹青阳造成阻碍 势如破竹 倘若曹盟主没有迈入三品 这或许是一番苦战 但如今 夺去九色莲花 根本没有任何阻碍 可谓手到擒来 原来盟主成竹在胸 难怪他从不在乎我们的态度 对杨崔雪和附金门的退出 毫不关心 千金门的盟主感慨道 那么他召集我们的目的 蓝星绘制的萧月奴 难难了一句 继而沉默 答案显而易见 曹青阳召集各大帮派的目的 不是为了对付月之山庄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地宗 以及朝廷人马 甚至群聚而来的江湖散人 也是要防备的敌人之一 如果只是月之山庄的话 曹盟主一人便可碾压 天地会弟子们憋屈地咬着牙 聚集在一起 被群雄逼得连连后退 他们已经没有守护阵地的必要 因为原本在众人的料想中 这该是一场苦战 是一场绝力持久的战斗 绝望的情绪 涌上每一位弟子心头 哟 那小美人好水链 哈哈 老子不要帘子了 抢一个美娇娘回去 有人在弟子群里 看见了邱禅一 顿时双眼放光 邱禅一的滋容 即使在美女如云的万花楼 也是翘楚 江湖散修中 从不缺滚刀肉和LSP 当即就有几个汉子呼朋唤友 朝邱禅一等人围拢过来 帝宗的妖道健壮 因侧侧地笑道 这就对了吗 就算得不到帘子 能抢回去一个美娇娘 也不枉此行 你们若不出手 那我们可就杰族仙灯了 帝宗道士 在怂恿江湖匹夫们动手 杀光这些不肯投身魔道的帝宗叛徒 天地会弟子一退再退 退向山庄最深处 退向养着酒色莲花的寒池 等退到寒池边 还能往哪里退 届时 只能殊死一搏 天地会弟子们露出绝燃之色 这边的战斗没有开启 因为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听见了寒池方向 传来冷笑声 曹盟主 不如你且等等 我先杀了这般萧萧 再来与你决战 那些基于秋缠衣美色的江湖人士 立刻晋升 收敛了念头 他们还是很怕巡逻的 秋缠衣如释重负 只觉得那个声音 仿佛有着特殊的魔力 让人充满安全感 双方一边对峙 一边移动 很快来到寒池边 首先看见的是池中 摇曳霞光的酒色莲花 池边盘坐一老道 通往寒池的必经之路上 站着一位黑色静装的年轻人 扎着高马尾 单手按住刀柄 正与曹青阳对峙 气势上竟不输半分 这一关似乎没有阵法 许盈罗打算怎么守 曹青阳笑容温和 透着志在必得的自信 煞时间 一道道目光 数百名观众 齐刷刷看着许契安 第180章 初全 许契安的目光离开曹青阳 首先看向他身后不远处的杨崔雪 傅金门等人 当然还有风姿卓绝的美人肖月奴 他掠过武林盟众人 接着审视地中的莲花道士们 以及裹黑袍戴面具的怀王密探 密探们戴着面具 看不出表情 但眼里燃烧着赤裸裸的恨意 就是这个许契安 在京城闹出那么大动静 逼陛下不得不下罪己诏 让怀王死后 身败名裂 尸骨无法葬入皇陵 牌位不能摆入太庙 楚州那位神秘高手 以一敌武 雄威滔天 怀王死在他手里 密探们恨归恨 却没有怨言 弱肉强食 本就如此 但许契安的行为 让他们异常愤怒和恶心 区区一只蝼蚁 怀王活着的时候 一指头就能戳死他 还不是仗着怀王已死 跳梁小丑时的上蹿下跳 踩着怀王扬名立万 实在可恨可恼 至于莲花道士们 则更加赤裸裸 对于许契安的打量 有的吃笑 有的冷笑 有的露出挑衅神色 一群跳梁小丑 不足为虑 许契安摇摇头 收回目光 怀王密探 和莲花道士们 眉梢一条 曹盟主 莲子即将成熟 受不得大风大浪 所以这里没有布置阵法 许契安重新看向曹青阳 沉声道 你也不想毁了莲子吧 曹青阳不慎在意的点头 我要的是莲藕 莲子只算天头 有 自然最好 没有 也无碍 说吧 许契罗想怎么过招 许契安摘下后腰的黑金长刀 随手丢在一旁 啪哒一声 连刀带敲落在池边 他看着曹青阳 抬了抬下巴 不施展契机 不用武器 咱们比一比体数 聪明 远处的肖月奴微微汗手 这么一来 等于把曹盟主拉到了和他相近的水平线 不施展契机 三平五夫的强大便无从施展 不用武器 而曹盟主擅长的是刀法 是刀翼 最强的攻杀之术又被排除 最后 以曹盟主对许奕罗的赏识 肯定会给这个面子 混江湖的人都这样 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好 就比体数 莲子成熟时 如果我还没打赢你 我不会去碰他一下 果然 曹青阳点头同意 场外的观众们吃了一惊 曹盟主这是给足了许契安面子 当着大火的面许诺 便不会存在违约 就是说 只要许英罗能 撑过莲子成熟 仍然没有落败 曹盟主就不会争夺莲子 天地会弟子们暗暗祈祷 希望许英罗能撑久一线 金莲师叔把许公子请来相助 真是一招妙棋 秋缠一露出欣喜之色 这位曹盟主 一口气连破无关 势如破竹 不管是楚元枕 但面对许公子却愿意做出如此大的让步 像许公子这样 声望如日中天的少年英杰 世间罕有 他对许公子愈发地仰慕 痴迷 这 这曹青阳竟能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 白莲道孤满脸愕然 他发现自己 还是低估了许契安的声望 就算是比体数 盟主也不可能输 就看许英罗能撑多久 附金门说道 许英罗擅长的似乎也是刀法 杨崔雪分析道 肖月奴听着两人的讨论 嗓音柔媚地说道 曹盟主体魄无双 但许英罗也有金刚不败 且两人都擅长刀法 而非体数 这么看来 倒是有一番龙争虎斗 这时 不远处的密探天书 冷笑着插嘴 龙争虎斗 我若告诉你 许契安只是一个六品武夫呢 他的话 引来一片哗然声 议论声 观战的群雄们一想 突然发现 对于许英罗的品级 他们确实没有概念 首先 打根人的迎罗 既有八品炼神镜 也有五品化镜 本身就不是按照品级来划分的 其次 许英罗的早期世纪里 有云州独党数千名叛军 有佛门斗法 这些都是在越界战斗 他们唯一能判断的标准 是昨夜许英罗斩杀那位 来历神秘的公子哥 而对方本身不是弱者 又有两名四品巅峰充当护卫 所以 在众人心里 许英罗即便不是四品 怎么也是五品化镜 许英罗只是六品吗 六品的话 怎么杀那位公子哥 六品怎么闯入皇宫 劫走两位国公 听他胡说 但这群人似乎是朝廷的势力 对许英罗想必是知根知底 说这些作甚 等两人交手了 一看便知 曹青阳审视着许契安 你才六品 这我倒是有点意外 收集的情报里 许契安最新的战绩 是力压天人两派的杰出弟子 虽然用了儒家法术书籍 但外人的评估是 自身也有五品 差距并不大 结果 居然是个六品舞者 许契安没有回应 淡淡一笑 还请曹盟主多多指点 话音落下 他突然飞了起来 伴随着脚下砰的闷响 凶猛的膝撞直面进攻 过程中 眉心一点惊气亮起 迅速蔓延全身 曹青阳一步跨前 主动迎了上去 左手挡开许契安的膝撞 右手掌心反转 一掌贴在他胸口 当 如同剧中撞响 许契安倒飞回去 翻滚着谢力 还真没到五品 父亲们猛吃一惊 哗然声一下子起来 群雄交头接耳 通过刚才简短的交手 眼光毒辣的 立刻便看出许契安的水平 天地会弟子们脸色一沉 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尽管他们修的道门体系 但对武夫体系 还是很了解的 毕竟武夫体系 不像其他体系那般神秘 因为走这条路的人 实在太多 五品画镜 是武夫体术的巅峰 五品之前 舞者的近身攻击虽然强悍 但不至于让其他体系的 高品强者畏惧 五品之后的舞者 才是让其他体系的 高品恐惧的原因 画镜舞者 完美掌控肉身力量 可以无视惯性 无视失衡等 一旦被他们贴身 面对的将是狂风暴雨的攻势 直到奋出胜负 或者用特殊手段在拉距离 许英罗没到五品 那这一战没得打 拖延时间更是痴心妄想 许契安站稳后 脑海里自动浮现画面 曹青阳出现在身侧 一记手刀砍他后颈 来不及思考 依照舞者的本能 他一个下蹲 然后朝前翻滚 做完这一套动作的瞬间 曹青阳出现在他身侧 挥出手刀 手刀自然是落空了 曹青阳眼里闪过诧异 他身影负尔消失 从天而降 一拳砸下来 但在他出手前 许契安忽然一个踉跄 像是喝醉酒的人没有站稳 朝左侧划了两步 完美避开攻击 先适应节奏 他的攻击太快 我有点跟不上 以躲避为主 四级反攻 许契安凭借不同于常人的敏锐 一次次未卜先知 捕捉到曹青阳的攻击画面 手忙脚乱的规避 在场外众人看来 两人就像玩过猫捉耗子的游戏 终于 许契安在一个后仰 避开曹青阳边腿后 他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以右脚为轴心 猛地旋转 旋至曹青阳身后 下一刻 暴雨般的攻击落下 拳击 吸撞 肘击 一瞬间打出数十招 打得曹青阳钢铁身躯 发出巨响 这 萧月奴美谋略有呆滞 他怀疑曹盟主在放水 再给许英罗面子 有古怪 他似乎能提前捕捉曹盟主的行动 做出有效预判 附近门双手缓缓握拳 有些跃跃欲试 道 看得我有些心仰难耐 他是怎么做到的 阳催雪眉头紧锁 许英罗表现出的能力 已经超过武者对危险的直觉 仿佛拥有了未卜先知之能 咦 他不是没到武品吗 怎么反而压着曹盟主打 曹盟主没认真吧 兴许是要给许英罗面子 给他一个台阶 群雄议论纷纷 这个理由 大家还是能接受的 混江湖 最重要的是给人家面子 不给人面子 还怎么混江湖 更何况 对方是一泊云天的许英罗 曹盟主 时间宝贵 你还要和兴许的 纠缠到什么时候 女子密探天书 冷冷道 提醒曹盟主一句 此子邪乎得很 不要阴沟里翻船了 曹青阳能感受到 对方攻击的猛烈 痛感清晰传来 虽然只是疼痛 但对于一个六平五夫来说 能有这股力量 实属罕见 他回身一脚 把许契安踹了出去 依旧被提前察觉 对方甚至借他这一脚 拉开了距离 你似乎能提前预判我的攻击 这是神妖鹿子 曹青阳皱了皱眉 好奇地问道 独门密集 许契安说 那我就当这是练神镜的直觉本能了 曹青阳活动了一下脖梗 淡淡道 你知道吗 无者本能有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 许契安瞳孔疏地收缩 他再次一个下蹲 朝前翻滚 碰 曹青阳出现在他面前 一脚将他踢飞 这一脚踢得很磁石 踢得他像炮弹般飞射 撞碎假山 壮烈侵蚀扑射的地面 深深陷入墙中 看着狼狈的年轻人 曹青阳笑道 只要出手的速度 快过他对危险的预警 你便无法有效地做出应对 我懂 说白了就是 CPU过载吗 许契安把自己从墙壁里拔出来 咧嘴笑道 热身结束了 这一次 他主动扑了过去 但被曹青阳一招反倒 暴雨般的拳头 旋即砸在他脸上 碰 碰 碰 一声又一声淬烈的爆响 在许契安耳盼炸开 一记比一记重 一记比一记快的拳头 不断映入他的眼眸 砸在他的脸上 砸得护体 今生出现摇晃 砸得地面军裂 他出拳时 力量走的是直线 手臂肌肉像一个方向发力 为什么我做不到和他一样 为什么我的力量 会在出拳的过程中分散 天地一刀斩的集中 只有一瞬间 我也只学会了一瞬间 根本无法长期保持这种状态 许契安一边挨打 一边观察对方的气机变化 他发现曹青阳的每一拳 力量都是一样的 像是完美的复制 武品之下的武者 以及普通人 根本无法保证自己每一拳的力量 都一模一样 他坍塌了所有气血 将之凝成一股 而后一脚蹬在曹青阳小腹 将他踢飞 这一脚 将所有力量凝成一股 已经达到武品的水准 画镜 不 还不是 他距离画镜只有一步之遥 曹青阳恍然大悟 退出一段距离 卸去力道后 再次扑杀过来 不给许契安喘息的机会 在众人看来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殴打 曹盟主体数无双 攻击凶猛 打得许英罗或跳或滚 偶尔爆发反击 但在一两招后 便被反制 然后是又一轮的单方面殴打 当 曹青阳一拳打开许契安交叉的双臂 手掌贴在金灿灿的胸口 骤然发力 许英罗不受控制的倒飞 但曹青阳一把抓住他的脚踝 强行拉了回来 又是一套凶猛的体术攻击 拳头不断砸在胸膛 小腹 脸庞 许契安无法站稳 被打得亮枪后退 毫无招架之力 不得不说 佛门的金刚神功乃世间一等一的护体神功 我看是龟壳神功吧 这挨打的本事 贫道自愧不如 泽泽 贫道都替曹盟主感到手疼 太疼了 许英罗 再称一炷香时间 说不准你能凭借龟壳神功 登上五榜呢 哈哈 师兄 五榜不是只收入江湖高手吗 许英罗是朝廷命官 哦 我忘了 他已经不是英罗了 这些冷嘲热讽 当然是来自地宗的莲花道士 以及地宗弟子嘴里 地宗的妖道们 无时无刻 不再宣泄内心的阴暗 发泄心里的恶意 天机和天书相识一眼 多年的默契 让两人看懂了彼此的意思 一旦曹青阳打破许七安的金刚神功 他们便趁机出手 收割这小贼的狗命 李妙真几次三番想出手 都被楚元枕拦下来了 别冲动 他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如果你插手战斗 曹青阳和许七安的赌斗就不存在了 场面会因此失控 楚元枕沉声告诫 恒远大师双手合十 叹息不已 如此可怕的对手 让人感到绝望 他已经尽力了 也希望许英罗尽力就好 丽娜右手下垂 皮肤表层包裹一条条 宛如蚕丝的白色细丝 正治愈着伤势 他咬着小银牙 气道 我阿爹在的话 一拳头就打抱他狗头 李妙真没好气地嘲讽道 你阿爹 楚元枕咳嗽一声 提醒道 利谷部的首领 二十年前就是三品了 李妙真 哦 那没事了 挡 震耳欲聋的响声 打断他们的交谈 凝神看去 曹青阳一拳打得 许七安双膝跪地 地面陷出两个深坑 我出五拳 你好好感悟 五拳之后 破你惊身 曹青阳说完 第二拳打了下来 打在他头顶 挡 金刚神弓 似乎无法防御 这样可怕的攻击 暗淡了几分 挡 第三拳 金七再次暗淡 此消彼掌之下 许七安再无法完好无损 吐了一口鲜血 秋缠一挖地哭了出来 手捂着嘴 泪珠滚落 其他弟子也红了眼眶 只觉得许英罗已经人之一净 就算现在认输 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答案 第四拳 金七斑驳 宛如年久失修的佛像 这是金刚神弓破碎的预兆 许七安蹊跷流血 视线一片模糊 那股权力在他体内不断回荡 不断震动 摧残着他的筋骨 五脏 这股震动就像导火索 点燃了一个又一个细胞 引动他们一起震动 产生共鸣 他知道了 他知道 五品化尽的奥义了 曹青阳用这种粗暴的 凶残的方式 向他灌输了五品化尽的奥义 曹青阳握紧拳头 拉开架势 第五拳 叙事待发 李妙珍和楚元枕同时出手 丽娜和恒远随后而至 另一边 白莲道姑也无法再袖手旁观 任谁都能看出 这一拳砸下去 许英罗凶多吉少 盟主 手下留情 肖月奴尽叫道 盟主 手下留情啊 别伤了许英罗姓名 杨摧雪喊道 天机和天书同时斩出刀芒 斩向楚元枕等人 摆明了要拦住他们 莲花道士们露出宁笑 许七安瞳孔里 映出了拳头 越来越大 他砸出的气浪 吹乱额前的刘海 污者的直觉 向他传输危险的信号 他的脸庞有些呆滞 表情僵硬 似乎还没从眩晕状态恢复 但他的拳头本能地握紧 身体里一些沉睡的细胞 在此刻苏醒了 一些往日里无法支配 使用的细胞 在此刻变得无比活跃 全身力量凝成一股 所有细胞 都在往一个方向发力 他用尽全力 迎着曹清阳的拳头 轰出了一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